5月11日神话剧《马虎献兽》在武汉举行开戏发布会 发布会上该剧男女主角王班与孙飞飞亦有出席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顾秘书长张燕明 访问时二人表示与对方是第一次合作 有着古典美女的孙飞飞是古剧的常客 所以在剧中的表演可谓是精神熟禄 王班则表示自己虽演过古装剧 但是都是饰演手无腹肌之力的书生 所以还好尊称孙飞一生前辈 我演的都是手无腹肌之力的人 所以很难这个有功夫 对很弱势的 她是前辈 古装剧她是前辈 另外孙飞飞与众人分享 拍摄古装戏时吊威亚的感受 她表示拍古装剧很危险 因为有一次吊威亚拍摄时 由于疏忽保险挂钩未挂 将要吊起时及时被发现 否则自己很可能会受伤 有一次就是因为就疏忽 然后就把那个那个保险 那个挂钩就没挂 然后就往上拉 然后就在马上要下令 说一二三要往上拉的时候 突然那个有一个他们五行的领队 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然后就立刻就制止了 但是当时如果说不发现这个问题 很有可能就把我倒着 拉到空中 然后我的人就头朝下就掉下来了 挺危险的其实